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身世造型成就王者传说,王闸气场八百米 有人说,当你在一楼的时候,你会听到各种闲言碎语,各种怀疑和猜测 声音源源不断地充斥你的耳膜,扰得你不得安睡 当你在八楼的时候,楼下的声音就听得不那么真切了 你还看到了人在高处所看到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 当你在二十楼的时候,你的眼里只有一览众山小的风景和身心愉悦的美感 再也没有扩造声能引起你的注意了 人的境界也是这样,当格局不够高,心胸不够大的时候 身边所有的琐碎事都能让你烦心 当你把这一切都看淡以后,不与庸人为伍,不与蠢人结伴 你的时间有限,要和喜欢你的人在一起 你的世界自然也就清朗了起来 满心满眼的花香鸟语,月朗风轻 这是我在王一博身上看到的变化和自我提升后的境界 他的外形不仅是上帝造人的偏爱版 心地纯净自然也是难能可贵 因而他的注意力从来都是在提高自身的能力上和自我修养上 从不纠结别人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这件小事上 他看得更高更远,也更简单实用 早已脱离了偶像的范畴,成为一个有胸怀有臂膀的男人的样子 王一博的西服套装永远都是镜板的低调色 大多数是黑色的整体造型 在这样的色调氛围中 领带或者领结的细节就成了整个搭配中西晶所在和焦点所在 领结表现出来的活泼可爱与绅士高贵 和领带所表现出来的正式与庄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相比于领结,领带更能表达西服套装的高级感和精致范儿 在王一博的西服套装中,有几个印象深刻的领带搭配 无一例外的都是领带设计本身出彩的细节和撞色的色调 让他与众不同 比如撞色鞋条纹,比如窄编,比如印花图案 都能凸显当时造型的缜密考量和细节美感 王一博这件西服外套和舞台上的情景相融合 在庄重中带着更多的正式和尊重 墨蓝色的西服外套本身就是这种场合最好的表达 在这套造型中,反倒是内搭的白衬衫和撞色横条纹的领带表现得更为出色 而墨蓝色的西服外套此时就成为给身体打阴影的隐藏色 凸显的是利落干练线条之下的精深面貌 王一博理了板寸之后,参加的几次大型晚会和像这样的纪念活动 硬朗风和英气感同时在线,更能表达男儿的钢铁气质和荷尔蒙爆棚的气场 白衬衫加牛仔裤加小白鞋的整体造型,简约时尚,是千年不败的经典款 特别是白衬衫和小白鞋的呼音感,让清新感和自然风随处可见 因为墨蓝色西服外套和横条纹领带的加入 让这套造型更多了一份绅士的气场和精致的腔调范儿 给人十足青年榜样的feel 王一博刚出道时的不羁张扬,酷帅和拽扎天的气场 越来越被他收入了内心,变成了内脸的一部分 作为看客的我们且看且珍惜吧 越来越成熟的他彰显给我们可爱的一面只会越来越少了 原创不易,这是专为王一博设立账号 是一种分享也是一种热爱 你的打赏和鼓励,都是对作者的包扬和支持 只想营造一方安静的角落 来盛放所有喜欢王一博人的心情和愿望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